前驻斐基代表秦日昕几年前所涉及的红酒案 高等法院今天更一审撤销了原本的无罪判决 改判秦日昕未造文书有期徒刑六个月 法官还痛批秦日昕不思改善外交竟然捏造预算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外交部长杨靖天表示说 等全案定验之后会进一步有后续处理 不过他不希望少数的人影响到外界对外交官的观感 日前才戴着口罩低调出庭 前驻斐基代表秦日昕涉及红酒案 跟一审宣判了 交易方面毫无作为 竟没有想到要尽力改善 竟如同变魔术一般将闲置的预算购买红白酒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被告虽然减刑为六个月 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不能预克罚金 秦日昕是在94年担任外交部北美司长期间 把闲置的21万公务预算买红酒送人 向高层辅报成11次参会经费 得知宣判结果大逆转 正在主持驻外人员宣示典礼的杨靖天 心情很沉重 定验以后再来决定下一步 外交部应该采取的这个做法 少数部分的案例 绝对不是代表外交部全体同仁 在这个专业方面 以及操守方面的高水准的表现 部长上第一线信心喊话 就是不希望秦日昕宣判结果 又再一次打击外交士气 明时新闻综合报道